新北消防暑期夏令营新店场次 7月7号、7月8号这两天在北新国小登场 这一次一共有两个第一次400位小朋友参加 今年同样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内容 以闯关游戏让小朋友体验地震、火灾、水域救生等情境 借由寓教娱乐的方式来传达防火及防灾相关知识 提供孩童的自我保护能力 每次开放报名就秒杀而满的新北消防暑期夏令营登场了 今年新店场次分别于7月7号、7月8号在北新国小展开 一共有两个梯次400个小朋友参加 活动首日来参加的小朋友都很兴奋 在对付姐姐的团康游戏中 大家破冰互相认识 并且分成了四个小队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副大队长吴东霖表示 这次同样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内容 让学童在整个一个闯关活动的过程当中 去学习灾害的一个应对能力跟技巧 那我们预计这两天将会有400名的学童来参与 夏令营闯关活动的内容包括在吸手放一下架设了双截梯 让小朋友体验爬行通过的刺激感 训练手脚协调以及平衡感 并且结合救生装备教导防逆五步防逆十招口诀 而在犀利特搜队则是告诉大家各项防火防灾知识 同时体验火灾现场浓烟满布的临场感 另外还有希望有Bobby 犀利智慧王等等 其中最让大家期待的就是地震车的体验 在临阵摇晃中了解地震发生时的应对 一旁还有有趣的防灾几几棒等等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希望 就由寓教娱乐传达防火防灾相关知识 提高孩童的自我保护能力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